随着国庆的临近 首都北京的夜晚也更加的璀璨耀眼 多场大型夜景灯光秀 在北京标志性的景点和建筑上闪烁 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巨大成就 表达对祖国的深深祝福 夜幕降临 在奥运中心区的空间光影秀就开始了 奥林匹克塔作为光影秀的焦点 塔身360度光影环绕 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利坊等 奥运建筑也都亮起了彩灯 奥运中心区见证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盛况 也将迎来2022年北京冬奥会 借助声光电科技 世界上首个双奥之城北京 在夜间显得更加绚烂多姿 热情奔放 中关村科学城北部的标志性园区 中关村一号 聚焦人工智能 商业航天等硬科技 这里20栋楼宇联栋 打造科技强国光影秀 在中关村一号南边的中关村大街 70栋楼宇同步互动 楼体灯光秀还展示了我国载人航天 探月 高铁 载人深潜等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复兴路办公区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主题灯光秀 在办公区主楼楼梯闪亮 西三环边的中央电视塔灯光秀 则以我和祖国共成长 同心共筑中国梦两个篇章为主题 展现新中国70年来的辉煌成就 在北京中央商务区的主要楼宇群上 惊鸿绸缎 喜庆开场 祝福祖国的话语逐一亮起 北京中央商务区上演的灯光秀 分为三个篇章 分别是 普天同庆 祥瑞中华和幸福生活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 京杭大运河沿岸 亮起了长约12公里的景观灯杆 古老的运河再放光芒 长达170米的水墓上 演绎大运河沿线文化 通州八景等内容 位于北京延庆区的八大岭长城 通过不同的灯光变换 有340米的长城段被点亮 沿着长城马道 一条灯光红毯扑延开来 上面亮出 祖国万岁 我爱你中国立体金色大字 将民族祝愿 书写在世界奇迹之上